歡迎收看今集宜居溫哥華 我們溫哥華地產經紀Joey 我是Maggie 大家好 今天來到River District 介紹我們JM的獨家盤 這個地點位於Marine Drive 未到Boundary 在Boundary以西和Elliot附近 你知道這裏是一個West Group 大型十年的project發展項目 附近會有學校、公園和設施 好像還有Hospital會建在這裏 所以我們平時JM比較少介紹這個區 剛好我們有獨家盤 所以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區其實很特別 大家有時都會遺忘了River District 但其實這個位置的發展商 設計這個概念 好像有自己的community 所以這個project是賣樓花的時候 我們一直都跟到現在 做樓花、買賣樓、物業管理 都經常接觸River District 所以一直看著它的發展 樓下由什麼都沒有 到現在有很多很多餐廳 超市、有Starbucks、有銀行 接下來好像Joey所說 還有很多其他設施會再建 你也看到越來越多人搬進來 River District搬進來的人是什麼人呢 通常都是local 我們看到比較多 young family、情侶、working class 大概都是middle class的人 都會喜歡搬進來River District 因為它的設計是比較modern 新一些 樓下都很方便 有很多健康 很多運動的訊息 經常在提倡 因為很多客人說 如果拿來投資 就怕沒有sky train 但其實它是會有巴士站 而且我發覺來到這裡的租客 通常都是有自己的車 而且他們都是比較middle class的租客 我們一直有好幾個單位在管理 有香港的客人說 這個像香港的數碼港 的development 還有投資也非常好 像剛剛我們說的樓花 其實最初的時候 他們一房可能是30萬一房 現在已經升到六、七十萬一房 當然它有root framework 也有concrete 今天我們這個獨家盤 就是一個concrete兩房加宣榜的單位 我們這個獨家盤叫做quartec 是Westbrook建的 地址就是unit304-349-85marineway 開價就是84萬9 有兩房一書房跟一個車位 尺數大約是840呎左右 而管理費就是551 這個盤大約是兩年新 它的管理費就包括中央冷氣 有熱水和很美很美的設施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盤先吧 現在進來我們這一層 大家有沒有留意的設計是有少少不同的 它是一個open hallway的concept 平時我們看到都是enclosed的 雖然你是聽到一些車聲比較吵 但是這個 hallway就比較通風 還有它這個冷行只有四個單位 還有我們的unit就是單邊 單邊unit 好 現在進來我們304號的單位 入門口它就沒有浪費任何走廊位 入門口左手邊就有個衣櫃 你可以放一些大衣 放一些鞋在這裡 那旁邊這個是什麼來的 其實因為這個單位是有冷暖氣的 這個發展箱就比較好 它將unit放在這裡 你可以在這個位置換filter 大概三至四個月換一次 或者看看它會不會髒的情況 因為這個業主已經換了是新的 如果舊的有很多灰塵 所以這個位置挺好 因為你很容易access 有些在天花板上 變了你換起來就沒有那麼方便 門口進來就是書房 它這個書房是有門的 還有洗衣乾衣機 提一提它這個是full size 不是小的size 它這個釘你也可以放一個書桌 還有業主之前其實是拿來到一個雜物室 它這裡裝了一些櫃 放了很多雜物行李 其實這個位置挺好的 還大過一般的locker 那進來廚房 這個廚房是一個L型 完全沒有size位的廚房 你看到所有applances都是用Jane Air的 我看到我最喜歡這個雪櫃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雙門full size的冰箱 還有它有很多cablet 還有它有很多cablet 還有這個廚房最漂亮的是 因為它看著公園 這個公園是向南的 所以很光亮 還有完全沒有其他大廈遮擋住 煮飯也煮得開心一點 這個位置還可以放一個 可能在IKEA買的portable island 你可以用來坐在這裡吃飯 或者用來做多個counter space 去煮東西也可以 我自己就很喜歡這個living area 因為它很大很正方形 還有全部這個位置都是向南開陽景 這裡就是出去一個超級大的露台 這個露台差不多有80至90呎左右 其實這個露台很長的 還有這個位置 差不多這個是二樓的elevation 但是你看到它是整個counter 好像是你自己的公園在你前面 說回廳吧 因為它很正方形 這一棵場可以放一個超級大的電視都沒問題 那梳化呢 我會選擇可能放在這裡一個l型的梳化 這裡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做一個walkway 去分別兩個房間 這裡大約是8呎半樓底 來到這裡就是兩邊房間 它中間這個就是洗手間 有一個好就是因為它洗手間在中間 隔開兩間房間 你就不會聽到隔離的房間在做什麼 而且隔音會比較好 這個洗手間都非常大的 我們來看看這間套房 這間套房雖然它是向著Marine Drive 但是大家聽一下沒什麼聲音 其實它的隔音是做得非常之好 因為發展商知道它這邊的單位是會看著Marine Drive 所以它的隔音是做得很好 幾乎聽不到什麼聲音 這個是套房 所以這個可以看到是一個standing shower 還有一個升盤 我對面這間房間 這個size就大了一點 而且它比較安靜 因為它向著那個內圓 看到court yard 還有看到這個露台 透光進來也非常之好 最近上新聞就是River District的車位是非常窄 說不能開門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看車位 我的車是一輛很大的SUV 它剛剛好在儲位旁邊 我想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的車 今天拍得很噁心 如果拍左一點 你這裡是可以開門 因為它還有這個gap 是讓你可以開門 上下車 你左一點 隔離的車都會開門 我們的車位剛剛隔離沒有車 但是這個隔離 就是neighbor 車位兩個size同樣 它有兩輛車停在 可以很清楚看到比例 我們這個project的車位 是設計得剛剛好 你看到這個area 就是有很多商鋪在下面 剛才介紹過 safe on food everything wine 這裡有點像mini yelltown的概念 前面就是飛沙河 遲些有些河景的單位 就會一路一路推出 你留意到River District 其實有一個train track 但是這個train 是一個很短的cargo 一天大約三班左右 可能很短暫的聲音 但由這邊的單位 是完全不會聽到train的聲音 由大廈對面走過來 就是clubhouse 是一個很大的很漂亮的clubhouse 有幾個建築一起用的 我們現在帶你進去看看 club central 究竟有什麼這麼棒的amenity 這裡amenity有兩層 現在在頂樓這裡 第一個就是有一個multipurpose room 這個適合小朋友開party 你看看多可愛 超級大 好可愛 這裡看開生日會小朋友 是不是很開心 這個clubhouse真的很適合 喜歡做運動的你 因為很少見有兩個 三拜三的壁球squash court 如果喜歡玩squash的話 這個真的很少見 還有一個籃球場 雖然不是full court 但是都是很好的尺寸 可以練一下球 或者跟朋友來玩 籃球都不錯的 一樓的amenity 還有這個很漂亮的party room 可以租來跟朋友一起吃東西 或者開派對 另外還有一個健身室 有一個室內的游泳池 Sona 和正氣室 真的你想到的東西 這裏全部都有了 我覺得這個地點 如果你想在東區Vancouver的位置 找一間新一點的apartment 除了Kingsway之外 你這個是一個比較唯一的選擇 還有這個地點地理位置 有少少特別的 是因為它很近西區 走一條Marine Drive 還有它一到Nike 就已經到Richmond 還有它去Burnaby 其實它也是十幾分鐘 走boundary已經到 所以它的地理位置 我都覺得是非常之中心的 其實我們法國之前 去帶一些買家 他們選River District 其實大部分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第一個地理位置 真的在中間位 還有是products 你這樣的價錢 又要買到這麼新 但樓下又要這麼多東西 之後又很modern的話 變成River District 就現在在middle class 年輕的一輩子 就是一個很popular的選擇 我覺得價錢都是比較入門的 你八十幾萬兩房 可能在其他地方的新盤 可能是去過一房 一書房五百多尺 如果你兩年生八十五萬 去到兩房的話 我覺得價錢都算合理的 它是一個介乎你在Richmond 想離開Richmond 但是可能西區也貴了少許 的中間一個價位 因為它是很近西區的 其實很短車程 就已經去到Marine Gateway 然後就上回Cambycord 那邊 我們很快就會上盤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資料 或者上來看房子的話 記得查詢 謝謝收看今集 如果找到的話 記得CLSS comment Like、Subscribe和Share 下集見 拜拜 下集見